一个五年都没有打开的新节 一封手写的申诉状 一次在村委会举办的听众会 这一切还要从六年前说起 2017年7月16日凌晨 汪某在入室行窃时 将于某年仅20岁的妹妹掐死 伤心过度的余某父亲不久后过世 备受打击的余某母亲身体每况愈下 余某与丈夫也因此离婚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击碎了 这原本美马的家庭 她这个小女儿从小就很乖巧 她自己18周岁以后 她就从江西到我们浙江京华来进行创业 在父母的眼里应该说是家里的顶娘柱 汪某归案后在2020年3月被依法执行死刑 直接到通知却没有亲眼见到刑刑的余某母亲 始终不相信汪某已经死亡 加上汪某家人一直没有给予赔偿 2022年8月 余某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递交申诉状 申诉受理后 承办人核实了实际情况 决心着力化解这起5年急案 并联合江西检察机关开展上门听证 第一个 这个森树队到目前为止要求看到 本大凶手对执行死刑要消耗阵底 第二点说几个就是法院复载自判决的 20万人的这个避当金 那么这个比较健康或许多实际必须受到 第三个事情就是 苏海人 余小XXX 资金为止 他还在比较不要无法 因为失刑资金 一路过年之 五年之久了 那个比较百分岁 他们才拿不起 那他们愿意签资主刑 但是这个费 希望 资金为止 他才能解决的费 城镇地上 余某一家提出诉求 浙江省三级检察院检察官 向余某母女释法说理 并出示相关证据 我们这次出来之前 专门叫我们的大院社 调取了 就是这个 执行监督的这个案件 那么这个里面呢 详细地记载了这个过程 其中的原则就是 这个刑犯的死亡的照片 与某律师和听证员 也充分发表意见 认为检察机关的证据 足以表明汪某已被执行死刑 汪某家人也确实没有 明示赔偿能力 由于于某一家经济情况确实困难 检察机关秉持着把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上 化解在萌芽的理念 遮盖养地检察机关 对于某一家进行司法救助 整奖城塞机检察机关 释发救助 共计金人十五百名 江七神两局检察机关 各绝各救助一百名 刚才听证员 胡军先生 在发表听证立刻的时候 表示通过过绝证讯为 余某一家提供两万美元 同时为了让余某一家早日走出阴霾 检查机关与属地多家行动单位协商 为余某一家提供长期慰问 心理辅导等帮扶 并给余某安排工作 切实加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用法治力量保障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 不光是工作当中没有这个 以后又碰到什么困难的话 也可以来找我也会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也非常感谢党机场 感谢镇厕所的那一位检查员 请我们在场的每一位 非常感谢你们 来关心我的破碎的家庭